所以習近平現在內部的這個問題呢 看起來是沒有辦法解決 甚至有這個外國媒體形容 習近平現在的他的政權 正在走向末路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妙了 國內卻有這麼一群人 我們最近一直在講 尤其是像這麼知名的主持人 趙少康卻講說 中國是臺灣的根啊 我們的教科書改道斷了這個根 然後呢甚至這個 他還講說什麼這個叫什麼 連岳飛什麼都不知道 你怎麼看這樣的一件事情 其實趙先生的原文應該是這樣子 他一開始就大家看嘛 他批評說民進黨的歷史 愚民政策會不會歷史善效嘛 他說呢郭董 這個我不曉得他們得到郭董的同意 去轉述這個話了 他說郭董跟我說 他女兒竟然不知道岳飛是誰 他說這也讓我跟著驚訝 另一個故事是這兩天吳淡如 中廣主持節目的時候 感嘆女兒跟同學不知道誰是孫中山 他也驚訝 他說現在中學生不知道 岳飛孫中山 則是民進黨政府刻意去中國化的結果 好首先 我不曉得郭董的女兒 跟吳淡如的小孩到底是幾歲 我不知道 但是呢其實這個東西 一點都不難查證 對 岳飛這一刻呢在八年級 也是我們以前講的國中二年級 現在叫八年級 八年級 不管你讀的是康宣還是翰林的課綱的版本 都有岳飛 108課綱裡面其實本來就有岳飛 然後昨天負責編這個課綱的一位學者也出來講說 那是我們編的啊 你如果小學生如果上那一課不認真 那你怪老師嗎 那我當然我不曉得他們的小孩上課是不是認真 但是至少這個課綱是有的 課本裡面也有 還有有沒有提到孫中山 當然有啊 任何一個課綱裡面絕對會有一課叫 辛亥革命或中華民國創建 那你提到辛亥革命 提到中華民國創建的時候 難道不提孫中山嗎 這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我想跟趙小康先生講的就是說 第一個 你講的不是事實 身為一個媒體人要查證不難 你隨便去Google一下 或是找一下這個康軒或是翰林的版本 其實都有第一個查證不難 第二個 你講這個話用意是什麼 他在批評民進黨政府去中國 他說中國是我們的根 很抱歉這句話我無法認同 中國不是我們的根 如果照你的標準的話 那英國是美國的根嗎 你現在去跟美國人講說 英國是你們的根啊 你們怎麼可以不學英國文學 美國都說你笑的 美國都獨立多久了 那好 以我們現在的臺灣人來講 臺灣現在的人口裡面有我們的原住民 有外籍的配偶 有外國的移民 他現在也是臺灣人 你去告訴這些人說中國是你的根 他不覺得你神經病嗎 我從越南來了我從印尼來了中國關我什麼事 中國怎麼會是我的根呢 那你告訴臺灣的原住民說中國是你的根 拜託臺灣的原住民叫南島民族 南島民族跟中國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怎麼會把所有的臺灣人都把他當作是中國人的後代 這是你犯的第一個很低級的錯誤 第二個 好即使我們臺灣有一部分人的祖先 是從中國來的 像我們家族 我們家來臺灣大概已經三百多年了 那我跟中國有什麼關係 難道我的祖先曾經從中國來過 那我這不管是三萬年還是三百年都要跟中國有關嗎 這個壓力會不會太大了 好再談到 有一些朋友可能是一九四九年之後才來臺灣的 他們的也許是父母親第一代直接來自中國 來臺第一代或是說第二代 他們跟中國的牽連也許稍微深一點 像趙好康先生我認為他是屬於這種類型 那這些人也不見得 你也不能強迫他說 你一定要認同中國啊 中國不會是你的不一定是你的根啊 何況現在已經走向末路了 我們要跟著走向末路是不是 那這個根都已經開始爛掉了 我們還去抱著他幹什麼勒 再來趙好康先生講的話目的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就是最近國民黨 讓我很比較擔心的一件事 他們現在都在操作意識形態 這個是最廉價的操作 也是最容易的操作 可是操作意識形態下場 到最後就是你這個黨會越走越窄 你的路會越走越小 因為操作意識形態很簡單嘛 中國臺灣嘛 就一刀切下去就開始分了嘛 就在操作意識形態嘛 那這個東西 你不需要論述 要操作意識形態 完全不需要論述 只要中間一刀一切 這中國這個臺灣 民進黨現在反對中國 因為他都不交中國歷史 那我覺得這樣的操作 第一個 他不符合現在時代潮流 現在臺灣人 以現在的臺灣人來講 沒有人在分什麼本省外省 真的沒有 你先去跟年輕人講 他覺得說你怪怪的 你是怪叔叔 你分什麼本省外省 大家都臺灣人啊對不對 第二個 三十年前就是在趙孝康在政治金銅 最他的黃金年代的時候 操作意識形態也許有用 因為他曾經是這個意識形態的獲益者 可是現在已經沒有用 臺灣的政治氛圍 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你現在再去操作這個東西 只是凸顯你的落伍跟跟不上時代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如果說中國國民黨 因為趙孝康是國民黨黨員嘛 他也講說他要選總統嘛 現在他顯然是國民黨裡面的意見領袖 如果整個中國國民黨被他牽著走的話 對國民黨來講 是非常大的委屈 我覺得民進黨可能連睡覺都會笑 因為有這種對手真的太弱了 連早上佔立法院都找不到人 對不對 這對手真的太弱了 可是對臺灣來講這樣真的好嗎 所以我也 因為今天剛好是朱立倫主席第一天上任 我請朱立倫主席你好好看一看 今天早上立法院朝野協商的結論 對 那個結論將來是要列入立法院的文書記錄 那個結論能看嗎 你們從九月二十八號上禮拜二鬧了一天 上禮拜五鬧了一天今天鬧了一天 協商唯一的結論你們要的就是後門 國民黨怎麼對後門那麼有興趣啊 你們協商結論唯一的結論就是說以後後門 要比正門晚開半小時 上升這麼久就為了後門要晚開半小時 這個很重要嗎 荒謬 這很重要嗎 欸 你國民黨在傳水真的會笑死人啦 你們搞了三天耶 讓立法院議事停擺三天耶 糾結在後門那一天 比前門 照國民黨說來早開十秒是不是 七秒 隨便啦隨便幾秒啦 那你就是糾結說以後就比後門晚開半小時 那又怎樣 對啊 這樣國民黨就爭取到認同了嗎 你就有選票了嗎 選民就覺得說你好棒棒你看你爭取到立法院議場後門晚開半小時 看我們什麼事啊 對啊你選民會覺得 我們重要是民生經濟好不好 選民會覺得你莫名其妙 你去搞了三天就是為了這個 你知道這三天要浪費多少時間 跟浪費多少公帑 國民黨如果繼續這樣玩下去的話 我覺得真的你們這個黨 就 以前包包的回去了